來這是最早BBC 陸媒聯訪柯文哲 柯文哲的特性 就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然後每天都在亂說話 來陸媒問他柯文哲說什麼 這時候的柯文哲 哎呦還有我們的陳貝琪 來 台北市長柯文哲接受陸媒聯合專訪 一個中國內容是什麼才是大家關心的 結果你看柯文哲2015年講說什麼 如何看待九二共識的問題時 柯文哲表示 事實上 當前世界沒有人認為有兩個中國 所以看不清楚是不是 柯文哲表示 事實上當前世界沒有人認為有兩個中國 來所以一個中國不是問題 柯文哲表示一個中國不是問題 柯文哲表示一個中國不是問題 如果老馬 如果國民黨講說一個中國不是問題 會被抹到什麼樣的地步 來了 光的三元色紅色登場 三分之一的柯文哲紅色 來這個紅色的柯文哲說什麼 柯文哲說 柯文哲說不少人對九二共識內容不太清楚 包括過去的我 一個中國的內容是什麼才是世界關心的 所以柯文哲認為他說一個中國不是問題啊 你好 國台辦當時的發言人叫范立欽喔 08年兩岸雙方堅持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取得一系列成果 柯市長的表態有利於台北 包括上海大陸交流 對此表達讚賞 懂了 因為當時的柯文哲想要雙城論壇 所以跟你講 紅色沒問題 一個中國沒問題 啊 來我們看看 柯文哲當時說 我既不是國民黨也不是民進黨 沒有兩個包袱 對 結果你是國民黨加民進黨加共產黨 最壞的東西綜合起來的模樣 你看他說斷章取義喔 他說斷章取義喔 他說 你們老是說一個中國對我們來講 要不要先說一個中國內容是什麼 各位他又自打臉了 當年他都在自打臉 他自己說那個不是問題 然後現在說內容是什麼 不是問題內容是什麼 不是問題內容是什麼 內容就是各自表述 你看喔 重點兩岸是否是一個中國 重點要看內容是什麼 那柯文哲不用用問題回答問題 當時的發言人還是林鶴明啊 我反問柯文哲的一個問題好了 那你的一個中國內容是什麼 他不會告訴你的 柯文哲就是只會用問題回答問題的 那你柯文哲的一個中國的內容是什麼 不知道沒有人知道 所以一個鐘頭並不是問題 他內容是什麼 好 各位這是2015年 結果時間隔了 哇 九年了 隔了九年 隔了九年 柯文哲還在講一模一樣的話 被問到是否認同一中一台 世界主流不認為有兩個中國 來你看 隔了九年 柯文哲 狗變不出新把戲 老狗變不出新把戲 來 如何面對一中原則 他說世界上不會認為有兩個中國 是否認為一中原則或一中一台 他說沒有兩個中國 句號沒了 哈哈不跟你講 這就是我們柯文哲的兩岸立場 世界上沒有兩個中國 那到底是一個中國是什麼 沒有我不要講 因為我之前講的被罵 那你是認同一中一台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一中一台 但一個中國的內容是什麼 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都不跟你講 我就混 所以各位你懂了嗎 他的確是紅色的 但他只有三分之一 因為他是假紅色 三分之一的紅色 你看嘛 笑說然後就混過去了 就混過去了 很多事情他回答了 這樣就好 所以這裡的回答就是 目前世界上不認為有兩個中國 句號 就這樣沒了 那你說沒有兩個中國 然後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跟大陸交流了 就可以對話了 美國就會買單了 我的天啊 好啦你要的柯文哲來了 然後 但你想說 這是紅色的柯文哲 但還有別的顏色啊 還有別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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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擔心 來各位 柯文哲接受媒體專訪時 也是今年 宣稱自己內心是深綠的 這我不用講了吧 這不是我扣他帽子了吧 三分之一的柯文哲 綠色的柯文哲出來了 我也要外交取向 我跟你講啦 我才蔡英文路線 我自己路線 我跟你講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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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說本質是深綠 來喔 我們把所有事情加重起來 你會覺得莫名其妙 我跟你講啦 我們世界上 大家共同普遍認為 沒有兩個中國你知道嗎 就這樣 句號 沒了 沒有沒有 沒有什麼義中義台 也沒有什麼一個中國 句號 就兩個中國 但我內心是深綠 我沒有台獨黨綱包袱 可是這兩段話可以湊在一起嗎 我的外交政策我跟你講 我維持蔡英文路線這樣 我跟你講 他台獨黨綱包袱我沒有啦 我沒有台獨黨綱包袱 我外交出起來 你知道更靈活 但我內心本質喔 深綠 兩岸溝通上我表達和善 讓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但我認為世界上沒有兩個中國 這兩段話湊不起來的 沒有辦法湊的 綠色跟紅色就這樣了 柯文哲就湊起來了 都騙 他什麼票都要騙 都騙 反正你 你就各取所需嘛 這吸白粉你知道 白粉 柯文哲支持深綠 台獨 不要台獨 蔡英文 就過來了就過來了 然後柯文哲趕快轉向 然後跑去跟那個 比較這個統派的說 我跟你講 世界上沒有兩個中國 你知道 統一統一 我沒有說統一 我沒有說 然後這邊票一片 好那最後一個片是什麼 藍色的柯文哲 藍色的柯文哲 各位還記不記得 柯文哲說 我跟你講啦 我覺得我的個性 像那個 蔣衛水你知道嗎 蔣衛水 蔣衛水 蔣經國你知道嗎 他都講過隨便 他像很多人啊 他誰的票就像誰啦 你看跑去這個 然後說 我跟你講啦 韓國瑜喔 我老婆說 他跟我特殊兄弟情誼 你知道嗎 當初我想要把他留任 新潮流一直弄一直弄 我是受不了 我還特別跑去雲林跟他道歉 我跟他雲林跟他去跟他見個面 韓國瑜我想要讓他當我的顧問 那沒辦法 辦公室都準備好了 哎呀 韓國瑜說挺侯康 只是忠貞黨員的配合演出啦 我跟你講 趁啊 柯文哲就趁籃 他發自內心鄙視國民黨 發自內心鄙視韓國瑜 發自內心鄙視國民黨之責 但他們要騙你的票 就說哎呀 韓國瑜是忠貞黨員的配合演出啦 各位我有問你喔 今天你一個好朋友 然後跟你說 他就愛他老婆 他就說他就愛他老婆 你今天會跑去 在旁邊跟其他人說 沒有啦 我跟你講啦 我那個朋友真的愛的是我啦 他才不愛他老婆咧 你是真的朋友你會這樣講嗎 會嗎 你是真的朋友會這樣講嗎 然後把韓國瑜害死 來各位我最後補充一點 北農事情是怎麼樣 北農事情 柯文哲從頭到尾在說謊 柯文哲說的第一個謊叫做說 新潮流壓破他 對不對 但我跟各位講 當時台北市政府的股份 加上農會 加上農產運銷系統 大過新潮流所掌握的農委會 所以柯文哲根本不用讓韓國瑜下台 柯文哲也不是妥學 柯文哲是把韓國瑜當作水果給賣了 各位你聽得懂嗎 當時的股權股份 柯文哲不用聽新潮流的話 那為什麼柯文哲要讓韓國瑜下台 因為他把柯文哲當水果賣掉 柯文哲把韓國瑜當水果賣掉 所以各位後來是不是有出來講 說有柯文哲要給他第一副市長 後來說新潮流施壓 第二副市長新潮流施壓 第三副市長新潮流施壓 有幾職顧問新潮流施壓 無幾職顧問新潮流施壓 我問一下 如果新潮流可以管到台北市政府 所以台北市政府是新潮流的小弟 台北市政府台北市長要聽新潮流的 他選上的市長他要新潮流 不是嘛錯了嘛當然不用啊 台北市長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人事權啊 那是為什麼 他把韓國瑜當巴勒嘛 這台北巴勒50塊 好了新潮流說 欸你這樣我們不能合作喔 他說好啦好啦好啦 沒40塊 你不行喔 30塊 10塊 20塊 10塊 好啦買啦沒錢 他在跟新潮流討價還價嘛 換東西嘛 說欸你不跟我合作我韓國瑜喔 你不跟我合作我韓國瑜喔 他把韓國瑜當籌碼嘛 當水果甩來甩去在賣嘛 然後利用完之後 有沒有達到合作目標 有北農改建案 各位你都不知道對不對 北農改建案 最後沿用的方案是吳英寧 也就是新潮流方案 那你說韓國瑜幹嘛要跟他好兄弟 因為韓國瑜秀警 柯文哲那時候還特別跑到雲林去跟他說回系列說 不然我給你無極直顧問啦好不好 所以韓國瑜秀警嘛 想說後來後來雖然我知道你要賣我啦 但你都來特別來看我了 重感情沒辦法 這重人意嘛 點滴資恩永泉以報嘛 韓國瑜就這樣啊 那能說什麼呢 對不對 但是他親朋好友看不下去嘛 主要是因為柯文哲現在一直在修理韓國瑜嘛 拿他來消費嘛 踐踏他嘛 他的意思說韓國瑜是個不仁不義的人啊 心中想投柯文哲就說謊啦 然後在國民黨騙人啊 然後為了要當立法院長 柯文哲在毀滅了韓國瑜的人格 韓國瑜怎麼澄清都沒有用耶 他跟那些自稱是韓粉的人都在消費吸損 當韓國瑜的吸血蟲 踐踏毀滅韓國瑜 噁心自己的一群人 你們這群人噁心自己不要臉 不要臉噁心自己 但沒關係你就當蚊子 你就是不愧是柯文哲 吸血不要臉寄生黏稻 厚臉皮好不好 各位你知道李嘉芬爆炸了嗎 李明哲也爆炸了 韓國瑜的太太 直接私訊內文就寫了李明哲 說當時柯文哲跑去南部的時候 驚嘆講說哎呦我要跟新 那時候要跟新潮流合作沒辦法啦 我韓國瑜辦公室都準備好了 講出大實話啦 他說因為我要跟新潮流合作啊 柯文哲是為了要跟新潮流合作 各位不要搞錯了 不是什麼妥協也不是什麼施壓 是他自己跑去年新潮流 想要跟新潮流合作北農改進案 連段儀康都講出大實話了嘛 段儀康曾經在臉書寫過嘛 最近嘛 說他才不理柯文哲咧 是有一次柯文哲自己找他們吃飯 他也覺得莫名其妙 根本不熟 是柯文哲看到數大好成兩 想要去蹭新潮流 想說我新潮流加大業大 我想加入蹭一下 然後呢 求愛不成才由愛生恨 開始狂罵新潮流 說新潮流不倒台灣不會好 這才是你的真相啊 那我就問啊 賴清德什麼派系的 新潮流啊 那柯文哲現在一直為什麼要繼續參選 就是在幫忙賴清德嘛 柯文哲票越高 賴清德越會當選嘛 票投柯文哲就會爽到賴清德嘛 所以柯文哲為什麼這麼努力 因為選後才能夠 有機會當新潮流的小弟 柯文哲努力當新潮流小弟 柯文哲努力當新潮流小弟 否則我跟各位真的是喔 苦口婆心這個藍綠白喔 三個顏色都能加 你以為是白喔 混出來是黑的啦 選後我們就等著看吧 看看這些年輕人 看看這些支持者 看看這些鄉親大眾 多少人要心碎好不好 那也沒辦法 我已經講很白了 沒看過這種人 厲害 沒看過這種人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傳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天家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一羽 剛才決定 他 APB 超級一羽 一羽 超級一羽 剛才